以前计程车司机只是让人从A点到B点的交通工具 现在他们是陪伴服务的提供者 小旅行创立共享长照交通平台 帮助偏乡长者及弱势族群接送 提供不同的服务模式 在2021年台湾的新冠肺炎大爆发时 冲击许多计程车司机的生计 新北市政府也征召小旅行调路平台和长照专车 共同推动微光抗疫确诊者专车接送的服务 我们新北有一大群的懒役 他们就被后送到中南部的防疫的隔离 或领馆去做隔离 但是隔离完之后他们必须要有人去把它送回来 但没有人知道怎么去接这群懒役者安心返家 那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帮新北市投放这个平台 长照交通平台 也帮人训练时间 那我们本身在新北市也有长照交通的装车的时间 所以他们就新北市就问我 有没有可能把长照车把它改装成为 所谓的防疫接送转车 不过现今已成为与病毒共处的后疫情时代 微光抗疫也转变为新的计划 根据国发会统计 台湾有134个原偏乡 因此侯顺宗希望 小旅行不再是移动长者送医 而是综合社会资源 号召134家企业 共同支持134位原偏乡的民众返乡 让他们成为照服员司机 期望微光134的行动带动人口回流 其实整个台湾的偏乡 它的状况其实就像疫情 那个时候差不多 就都走不出来 然后很多独居长者都是被 被关照那个 它的狭小的这个空间 它不是被疫情所归 它是被自己身体没有办法移动所归 因此协会也为偏乡妇女 创造二度就业的赔力计划 花木兰计划除了辅导他们 考取照服员和驾驶的执照 更会帮助他们煤和车辆 让妇女得以就近照顾 自己的部落亲戚 我会比较经济弱势者 当作他们日常的供应的这个食材 所以你就看到一个花木兰 她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完成一趟 可以助人的一个送食物的服务 小旅行将一群在社会上 比较不受认同的底层工作者 重新打造他们的工作价值 赋予不同的使命 并且成为他人的祝福 对侯顺宗来说 小旅行使不同厉害关系人 都能透过平台与自我对话 让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 一同建立共善社会的向往